人民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人民日报夜读 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 年末了写给亲爱的朋友 2021年的进度条只剩最后几天 回首这一年经历过悲伤 也感受过快乐 遇到过挫折 也收获过成功 身边的人来来去去 而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一直陪伴左右 和我一起经历了这一年的酸甜苦辣 初相识的我们或许只是萍水相逢 但因为惺惺相惜 所以肝胆相照 遇到开心事 我们第一时间互相分享 遇到麻烦事 不用说一句 彼此都是第一时间出现的那个人 真正的朋友 往往都是始于志趣 何于性情 敬于人品 久于岁月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也会产生矛盾 但你愿意放下计较 因为情意比利益更重要 和志趣相投的你相处 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 可以一起奔赴远方 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语言 交流起来没有障碍 相处起来轻松愉快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有个聊得来的朋友 谈天说地 推杯换战 很开心 这一年 有你陪伴 有人说 一段关系 变得渐行渐远 大多数原因 不是距离远了 而是三观不合 三观不契合的人 因为认知不一样 所以无法感同身受 即使表达再多 沟通再多 也难以互相理解 三观契合的人 即使彼此之间 没有经常联系 但早已把对方 放进了心里 通过和你的相处 让我明白了 三观比五观重要 只有三观相同的人在一起 才会相处舒服 你会在我犯错误时 直言不讳地批评我 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 也不会吝啬你的赞美 让我变得越来越自信 人生在世 遇到三观一致的朋友 是一种缘分 能被理解 更是一种幸运 这一年来 感恩你给予的 每一份理解和包容 因为有你 这份朋友情谊 一直被爱包围着 这一年 有你在 我足够自在 安心 有句话说得好 这世上所有好的感情 都必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在快节奏的今天 交到朋友 是件很容易的事 但想要交到你这样真心的朋友 实属不易 一直以来 你的推心置腹 踏实可靠 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温暖 让我在遇到困难时 多了些直面难题的底气 亲爱的朋友 人生最大的运气 莫过于遇上 懂我 相信我 支持我的你 这一年 我经历过的 每一次成长的阵痛 都有你在身边安慰 我收获过的 每一份幸福 都有你在身边祝福 我遇到过的每一个难题 都有你在身边帮助 我们一起抵挡风雨 一起开怀大笑 把平凡的日子 过得风生水起 年底了 我想对你说一句感谢 希望2022年的每一天 我们还能一起走过 好了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 阅读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阅读文章 请您下载 人民日报客户端 祝您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